侯友宜其實可以常常去這種地方跑一跑 對 我也覺得中央部多跑 好像侯友宜 侯友宜就超低你不覺得嗎 他的整個外型 他的風格就很超低 所以我本來以為他中央部會有不少票的 對 我就是他的特質並沒有出來 就是我覺得他只要回去 他只要把他過去的那個 他很真實的侯友宜 不要不要像是當個老捕頭一樣很ㄍㄧㄥ 回到他原來的樣子 我認為他在新北市的成功 就是因為他很接地氣 過去他的新北市選市長 他走過的地方那個票大概都他的 不管藍綠的都一樣 我覺得他只要保持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侯友宜跟言清標的介面 我覺得大家都沒有抓到重點 就是一個是白島的老大 一個是OK 是過去我們所瞭解的 就是道上兄兄弟 我覺得是個老大 兩個人 兩個老大見面 可以這樣子相相挺 那個是有劃時代意義的 對 這才 沒錯 這才是我覺得重點 說得好 好 但是我要肯定侯友一件事 就剛剛玉芳兄提到了一點 就侯友宜在最近的兩個 兩個他的政策發表的時候 我對他刮目相看是說 我以為他會很堅持 因為大部分政治人 我到了這個階段的時候 要去改口 像民進黨一樣放不下他的台獨 放不下他的廢核 就明明知道那是錯誤的方向 但是改不了口 因為已經騙太久 自我都吹病 可是侯友宜 我知道他過去對九二國共識 他其實他或許也沒有很深深想 他基本上是保留的 他對核能 他作為一個新北市長 他的立場過去反反覆覆 一直都是很保留的 可是在面對到一個領導人選舉的時候 能夠做這種的修正 其實非常不簡單 在我過去看到的領導人裡面 能夠做這種的修正是不容易的 上一次九二共識節上來 他到日本不同不獨不武 三個字講一遍 他這一次他把核能政策直接推上來 對核能做正面表述 侯友宜其實這樣做是對的 核能就是綠能 核電就是綠電 所有將來台灣的出口產業 電子產業 當我們買綠電的時候 不用去買貴鬆鬆 而且非常不穩定的什麼太陽能 風能等等 我們買核能電就是綠電 台灣真正錯誤的是廢核 台灣應該要走的是廢美 侯友宜只要知道侯友宜是一個公公式 就是核能加綠能減掉 減掉就是煤炭 把這公式出來就等於侯友宜 侯友宜走的這兩個政策路線都是對的 那沒有什麼好猶豫的 但是剛剛我看到昨天在質疑 在質疑就是說賴平瑜他爸爸 因為他爸爸賴靖林是我的學長 我們台大政治系的學長 但我的看法可能跟沈大樓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那個質疑是對的 在台灣我覺得最可怕的是綠能就是綠的 在台灣 台灣綠能完全當之無愧 跟德國的綠黨不一樣 德國綠黨的綠沒什麼 台灣綠能就是綠的 甚至於台灣的前瞻建設裡面的軌道 軌道都是綠的 當我說多講的太無斷了 高鐵也是綠的嗎 我講的太無斷了 高鐵我如果說是綠的 恐怕會反對還不多了 你看到現在的軌道的建設 我看到有一些民進黨的立委 當然不像是何志偉一樣 過去也曾經刺殺風突然就不見了 賴靖林是立委 蔡黃郎是立委 他們現在是很落魄嗎 不落魄的 賴靖林的立委我看過 綠的我還真的沒看過